第13題 有關定滑輪和動滑輪的係數 下列何則正確 A說定滑輪是省力的機械是錯的 定滑輪不可以省力也不會廢力 他是用來改變我們的施力方向的 B說動滑輪是省時的工具是錯的 我們說動滑輪可以省力 那他就會廢時 所以他動滑輪是一個省力的工具 不是省時的工具 C說利用定滑輪和動滑輪的組合 可以達到省力又省功的目的 這鐵定是錯的 因為我們說過 簡單機械可以幫我們省力 可以幫我們省時 但絕對不會幫我們省工 所以他絕對不會有省工的目的 所以C選項是錯的 豬說呢他可以達到 省力跟改變操作方向的目的是對的 因為動滑輪可以省力 而定滑輪可以改變操作方向 所以呢豬選項是對的 所以第13題問我們說下列何則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利用定滑輪和動滑輪的組合 可達到省力和改變操作方向的目的 再次回到省力和動滑輪的組合 再次回到省力和動滑輪的組合